亲密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收看第27届LGB世界期望战的赛事直播 我是贾刚璐 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彭权老师 彭老师好 那个璐璐好 那个也是非常荣幸我们再次来到天然围棋频道 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个LGB世界期望赛的一个 应该是24进16的 后三场比赛 一个激烈的争夺 对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先战的5局中有三盘我们的棋手 然后最终是一胜二负 所以不够理想 那当然大家更关注的肯定是明天的这个真正的16强战 那么今天的24进16的最后三张入场券会归属于谁呢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比赛 那第一盘棋呢是袁胜珍九段对王源军九段的棋 对 今天的话 更多的是一些就是 我们马上要介绍的这盘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韩国队的一些那个内战 对 我看到 赵汉成对江东润 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对 马上要介绍这盘棋呢 我们发现呢 就是 你不得不感慨一下 就是和我同龄的这个袁胜珍 依然活跃在韩国的这个第一线 号称袁大锤 大锤依然这个毅力不倒 很厉害 很厉害 当然了我觉得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某种程度上 韩国的有一些后继乏力 对吧 如果不是后浪推的那么厉害的话 我可能也还没退休 对 这叫彭老师谦虚了 开个玩笑 而且现在的特别作为一些这样的三十多岁的 80后的这样的一些算是老将了 关键是呢 在这个AI的这个大的浪潮下 依然是那个一地不倒 个人非常用功努力 其实刚才前面是玩笑话 主要是我自己不努力 所以大家不用太建议开个玩笑 那袁胜珍其实真的在韩国维甲联赛当中 胜率也特别高 就作为一个80后的棋手 但是他确实整体的胜率也好 竞技状态也都是非常 也还是一直在线的 而且我们也会经常在一些世界大赛的各个的角落中 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前面就也是应该是在我们龙兴杯的三国内台赛中出场 虽然说最后输到了比赛 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是能够代表韩国参赛 非常不容易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袁胜珍对王元军 那相比之下呢 王元军在世界比赛当中肯定没有袁胜珍这么眼熟 而且成绩的话应该是就要逊色很多了 就是总的成绩 袁大锤毕竟也是有世界冠军加深的棋手 对 虽然说拿的次数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也是属于封王的棋手 对 那我们的小王同学还要加油 也年轻很多 也是要多努力 多努力 是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盘棋 经过猜先是袁胜珍的黑棋 那个王元军的白棋 对 现在的话这个棋我们会在这个比赛中更多的看到点三三 就是特别是好像越重要的比赛 点三越多 前两天的那个我们的国内的王中王的这个决赛 那个李宣豪对阵范天玉 是的 就是双方互点三三 而且互相打的那个力 就是越是这种大赛呢 其实大家越不愿意涉嫌 所以说不愿意涉嫌怎么办呢 那就先点为敬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点三三的各种变化 我相信对这些冠军们来说 已经是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时候的 常见定势 常见定势了 难输于胸了 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变化 所以说他在这个世界大赛中呢 很多高手们都会选择求稳 特别是对自己实力 更有自信的起手 对 他不惧怕于拖进后半盘 前面平稳过度就可以 对 而且是也是一种态度嘛 就是跟你下基本功 我们也不出什么非道 就是拼实力 然后我们来看到这里就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越过了 对 因为我想其实很多旗友 现在这一点 你们也视觉疲劳了 对 应该自己可能也下的很多 看的很多 这里反正和更多的 我看长会更多一些 有些高手会飞 但是会有时候会有这个拖的顾虑 飞刀的顾虑 更多的高手 我看现在就尝一下 简单 就拉倒了 也懒得去搞那个飞刀了 因为确实 就算是那个 走到这一项 走到这 其实 好像锁得非常非常有限 对 如果说以后你不走 我打了力 效果还很好 没准还是有熟手之钱 所以说就这项就算了 就尝一下就完事了 所以黑的飞 把它躺到这种挂脚 我们一起小间 然后这时候 欢迎颜色 又是一盘非常没有营养的布局 请问看到 对 所以我想现在布局 应该咱们棋友跟高手水平都差不多 就是点点脚 其实大家下的 现在就是前几十艘 就是有一种调侃式的说法 哪怕我只是一个几位选手 哪怕我只是一个业余出段二段的旗友 我们也是人均是世界冠军 对 只要是 前二十步三十步 我们人均都是世界冠军 那么就是照到这个地方下就完了 直接定时走就完了 确实是相当千篇一律 当然我们也给其我们介绍 其实袁胜珍是一位 从小就是有标准的一个立战型的棋手 而且以那个善战 善杀甚至于敢于那个做动作 敢于屠龙而建称 著称对吧 与其谈就是 其实大家也可能会 从他的这个外号也能知道 对 对吧 外号袁大锤 对吧 一个使大锤的 他不可能是一个柔软型的棋手 就是一定是一个 一定是大开大合的 立战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局面的话 夹击也是一定的 我们看到他既然挡了 这个右边之后 他就一定会做一个夹击 这里其我们也可以直接拿来 就拿来用 如果是他挡在上边的话 他就不会夹了 他就正常会去这里做挂脚 或者是拖先 对 就这里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会看到 任何的点三三 其实因为你都得 去做一个决定 方向上的决定 其我们这时候 不管你挡在哪一边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就是对挡下来的 未来的这一条边 是寄予一个发展的厚望的 就是我可以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所以说当 黑棋挡在了右边之后 拿到一个新手之后 这时候他绝对不会容 容忍或者允许 白的待在这里 很舒服的去猜一个二 甚至未来 再猜一个二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会看到 非常的明显 这个右上的这三个子 就完全没有效率了 而且以后 好像路还会 甚至变成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配置不好 对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一定会 抢到先机之后 服役这个夹击 对 一方面是加工 一方面也是开拆 开拆 在右上构建一些 势力跟模样 所以说 这里的话 非常标准的一个布局 请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然后下部棋 应该也是攻守兼备 我们来看一看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大场合要点 请我们 因为白棋 如果不下这步的话 很显而易见 我们随便给白的 放一个子 就是说 黑的只需要在这个附近 猜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右下方 就是一个典型的 我们两翼张开 所谓的两翼张开的 一个绝好的 一个模样的配置 就是说 大家会看到 黑棋的这个势力 非常的庞大 所以说白棋的话 其实反而不 不急于动出这个子 现在两侧椅先限制 黑棋这个模样的发展 再加上本身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过了 它自己的话 也是一个攻守兼备 对 从它自己的角度上来说 它在下边开拆的 也是一个扩张自己的 一个绝好点 所以说这部棋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 那接下来的话 黑棋是选择的挂角 这里的选择就会比较多了 比如说这里尖角 比如说这个尖起来 甚至这个拆边 还有这个飞压 对 都很大 好像这个也很大 是 然后还有就是 这边的一些挂角 或者点三三 看你怎么选择 但是现在的话 确实挂这边 稍显无趣 因为白棋这边有一个头 对 因为这边有一个飞出之后 这条边 其实黑棋再去经营的话 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 我们从上方挂角的概率 会小于左边 因为左边挂完之后 如果我们假定 白的也硬 据说黑的应该就回从这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未来这里 虽然说不是很大 但是呢 这条边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的潜力 是的 相较于上面的话 这条边 可能还是挂左边好一点 对 看起来好一点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黑棋的一个如意算盘 我估计小飞他大概率会接 当然也有可能脱班 这个地方都是最正常的下法 然后实战的话 下一步棋 王源军就没有去做应对了 他是选择了契合的动出这颗棋子 我觉得这步棋的话 就体现了一个棋手的斗志 怎么说呢 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这步棋也体现了他对两位棋手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知 就是把自己摆在了拼搏的一个姿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认为 对吧 你是一个上手的话 我们知道上手一般会做什么呢 特别是在开局的时候呢 稳稳的 不紧不慢 只要你不出拳 我就不出拳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坚信我的综合实力可以碾压你 对吧 我们没有必要出拳 尽量往后拖 对吧 把局面导向一些平稳的过渡之后 我用我的强大的综合实力 对吧 碾压你 那我们都知道呢 如果你认为你的综合实力 可能有点吃紧 或者是感觉今天对手有点强大的时候呢 往往是率先要动手 像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黑白的黑的本身 白的本身下这里应该也是可以的 包括这个尖 尖的话可能骑有剑的也比较多 应该是这样 然后再下一个跳 或者是飞 我这里不是特别确定 都有应该 这样的话呢 就会球门会看到呢 可能会非常的 我随便摆一个 就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从容 就双方的话呢 脚波澜不惊 嗯 当黑的也有可能不收根 就是黑的横跳之后 有可能进一外面 这样跳一下之后拆这个 都是有可能 但是这样的话呢 当黑白旗也可以跳往飞旗 对可以直接抢控 总而言之 这个下法呢 就会比较平缓一点 而且也是我看见很多冠军们的第一选 是 今天其实反而是局部应该 AI更推荐的一个下法 拱手兼备 而且呢 战略目的非常的明确 因为下部就是飞脚就能安定 如果你手脚 我们在下面再多动作 如果你不手脚的话 我们进脚之后直接就活了就快 对 其实会比靠更加的异域掌握 对 其实我也是推荐起我们在平时对决的时候 多下这步间 这个长行 少下他使用内部靠出 内部靠出其实是带有一点个人的色彩的 就是他其实还是希望自己下的更加积极一点 毕竟对手不管是实力还是名气 好像都比自己来的要猛一点 要大一点 可能还是会有些心理压力王源军 所以下的更加的拼一点 但是本身来说应该肩会好像更常见一点 而且骑右门的角度应该更好掌握 那可能骑右门就会觉得 那老师这个靠长跟内部有什么区别 其实他的一个明显的就是他现在不准你跳 就是说刚才我们肩是可以看到 黑鞋有选择 可以从中的跳 这时候呢你就不准你跳 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敢跳 对不起了 对 这个段很厉害 我就直接要在这地方跟你搏杀 意思就是说你要不你就不断 对 那这个头呢就我扬过去 直接压住你的这个发展 如果你想跳构建这个完美的这个箱体的模样 那对不起我这里就要跟你拼命 对吧 你敢比如说那次盖住我 那就搏命嘛 这个东西 就来吧 来嘛 对吧 听不说万一死了点吧 不存在的呀 因为本来我们就感觉我们略处下风呀 对吧 就是要真死了死了就死了呗 对 对吧 万一你死了呢 是那我不就赚到 我不就你直接就翻车了吗 对吧 那么袁大学直接当场就翻车了 所以这个这种下法呢会非常的拼啊 也是对的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相对劣势的一方 你实力劣势的一方 你肯定是要敢于做的动作的 你不出手呢 对手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所以这个下法呢 他其实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你不断 我就跳过去 你敢跳 我就断跟你直接进行一个肉模 是的 而且现在毕竟白旗这里有一个阶影 多了一个援兵之后 刚刚朋友是摆的作战 白旗是不怕的 感觉他底气会足一点 其实那个子呢 你真说杀起来了 也不一定一定有用 比如说我们尝 你立下来我在顶 其实呢 你说这个子一定有用吗 也不一定 但是呢 他会有一个心理安慰 至少有一些帮助感 对 就是我这样有了一个子之后呢 总感觉那个底气足了一点 那个胆子大了一点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但实际结果也是肯定有个子 总比没有好 就是壮胆了嘛 平时的话 这个靠肠应该会被挑 我觉得 对 所以他现在可能也是觉得 我多了一个援军 对 多了一个之后呢 所以实战的援军军 也是好像有点顾忌 这个地方 因为以我对袁大锤的了解 他并不是一个很喜欢牵杖的骑手 是一个硬碰硬的 一般来说 对 他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直接打你的脸 用他的大锤 他下棋非常的积极 或者说有些时候 甚至有点那个 过于积极 过于积极 或者说有点凶残 有时候也有点用力过猛 就是所以说 这个地方实际上 他没有选择跳 应该是确实顾及这个段的 之后的一个变化 但他的选择也不是补断 他选择是 对 所以我才说 他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 明白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段有点危险 但我又不想 补是不存在的 我不行 我不能补 作为一个攻击手 对吧 补齐这个 这个剑其实是被我们抠掉的 就说到这里 其实又奥卫昨天的我们十个 做一点惋惜 昨天我们著名的十月九段 在大号局面下 那个也是一个用力过猛 拼得实在太凶了 最后大龙分子 对 很可惜 本来是实力绝对领先的一个 一个局面 当然这种攻击手 我觉得这种画面 其实也是个常态 对 虽然说有点让人心痛 但是本身他们下棋 就是这个风格 风格 他们就是称满的 对 在他们的字典中 有时候我就跟奇友们开玩笑 我说有很多的这种 大力士攻击手们 一般我们玩个游戏 他要上下左右四个键 对吧 方向键 他们是把后退那个键 抠掉的 不用了 他们只有三个方向 他们没有后退这个方向 就是在他们的眼中 就是后退 不存在 这样是不存在的 最多就是那个 迂回一下 迂回军事 你要我左右还行 对对对 就像这个一样 我也想说对不起 你要让我补断 不存在的 但是我稍微让你一下吧 也行 我稍微对吧 就是其实还是攻击 对 只不过我没有说 确实 因为确实断 可能有点撑不住了 这样我飞的话 先把你这个飞得掩灭了 以后还是 其实还是瞄着你的 这就是一个杀手 或者说一些攻击手的 一个围棋关 有利有弊 就是杀到你的时候 这个锐不可挡 对吧 直接就把你农图 但有时候也会用力过猛 通舍好局 对 但昨天的话 确实 十个还是真的挺可惜的 说实话 我挺为我们中国十月九段惋惜的 是的 而且他的对手 也是这两年成绩很不错的 韩国的生平郡 最关键是 十个也是应该是年过三十了 91年的吧 对 1991年 今年的话 31岁了 真儿八经的 儿立之年 对 也就是关键是 过了三十之后呢 这种事业大赛的机会 慢慢的来说 对于他说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 我们这个现代 科技高速发展的 这个时代 所以说 再加上那个 小朋友们现在疯狂的用功 很努力 那么内卷的一个时代 开个玩笑 就是 其实他这样通舍好局 真的挺让人心痛的 真的下得非常棒 但是呢 我们 但是这就是攻击手的风格 所以说袁胜珍也是 其实跟 我觉得跟十月是 一个风格的起手 所以说他刚才 我们刚才介绍这个段 很担心 所以他就余晖了一下 还是要战斗 这时候 白棋的话 应该就 对 思路很明确 明确先针过去 还是要把这个头针过来 那黑秀 全部撑满 这个是不存在的 撑满 然后白棋继续压 那压的话 我觉得下一步棋 就特别能够表现出 这步不算 对 下一步 特别表现出 一个起手的性格 我觉得如果是我下 我应该一秒就走这步 很满意 我根本就不会去想下一步棋 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 其实黑棋子校 搭配也挺好的 已经非常满意了 一个立三拆四 而且还是一个四路控 对吧 而且是对方陪着我下的 又不是说我自己围的 这压场也没啥用了 对 如果你比如说 如果你能断 我撑也没用了 对吧 跟下面断也没什么关系的 就这个时候 其实应该是会接的 对 很多起手 可能都现在非常高兴的接上 对 先把这个木拿了 再说下面的事情再溢 对吧 断的时候再想办法 时而不行 再弃子什么的 因为你就算硬撑 也解决不了这个断的问题 所以这个棋应该是 沾非常非常满意 但是呢 袁大锤不这么想 袁大锤说 我的是我的 那你的还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对 就是我们来看看下部 往上贴 我觉得往上贴 有点过了 其实收益应该是 不是特别高的 而且呢 后患无穷啊 这个断完之后 感觉这里味道很差的样子 对 马上摆起来就断了 不是 他其实撑的意思啊 就是希望你以后 反正你断完之后嘛 你先断也一样 他也补嘛 他意思就是 强行的给你 伸出一个断点 然后呢 你如果是 补断 他就 我还可以抢下面 你如果断他 他甚至 以后出来之后 他还要反断你 几个非常非常凶狠的下法 但是代价就是 白棋 这个断完之后 说实话 不管是味道 还是木树 还是节材 其实都 白棋 我觉得都是能满意的 或者说黑棋 都是有点勉强的 其实我们可以 把这个形状 跟刚刚彭老师 摆了这个 做一个对比 接下来白棋断了 他断的话 你 你肯定不能立 你立我一尝 都不知道谁吃谁 所以他一定是 闷杀的 但你闷杀的话 虽然计算是准的 直接连蛮摁头 应该白的杀不过 但是球模会看到 也会带来 无穷无尽的一些困惑 就是困扰 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 有很多很多的先手 而且上面有断头 包括这个脚上 这些二路立的断 都有先手味道 划不划算的问题 就是撑了一下 要我下 我肯定不会这么下 但是他下 他一定是这么下的 这就是一个 棋手的性格和风格 因为原生任务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因为从小就 教授 大概13岁 共同成长 12-13岁的时候 当时中韩交流 青少年交流赛的时候 13-14岁的时候 就每年都会跟他有互动 所以说我们又是同龄的 所以说基本上中韩交流 经常就会跟他 或者吹着汉下棋 所以说他的风格 简直是太清晰了 从小他就是 对手了 他就是这么的勇猛 一路 对 他从小就是特别勇猛的 一个棋手 下棋就是不给自己 留退路的 特别喜欢 一网无钱 然后现在的话 年纪越来越大了 应该脾气就是 越来越坏了 其实一路 不因为年纪大了之后 他会对胜负 或者说对成绩 绝对的成绩 会没有那么大的 一个要求了 因为知道自己 我在巅峰了 所以这时候会放飞自我 放飞自我的时候 就会吓得更凶狠 发扬自己的 对 吓得更开心 吓得更凶狠 他不会改的 如果是小时候 还会想想 这个事划不划算 对吧 这么下是不是有风险 为了冠军有时候 人口气算了 现在不会的 我开心 吓得开心就好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 淋漓尽致了 其我们看 这一步和这一步棋 是的 其实这步棋 真的不担心断吧 是个问 说实话 反正我觉得 他的棋很有意思 而且这种棋真的 要不棋刚才猜一个 边是不是也不错 这个也很有价值 我们不用虎 我猜在这 反正你看他下棋 是这样吧 对 但棋友们可能很喜欢这种 对 棋友们会觉得 他们下棋下得很过瘾 杀得好看 就喜欢这种风格的棋手 开大河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棋友们人气很高 真的 但是呢 真的这个事好不好用 就是 其实是要打一个小问号 这里不是我 我黑原神这样 棋友们 真的就是 其实就跟我们有时候 看足球赛是一样的 都喜欢看那种全攻的 快攻 全部压上去的那种球队 对吧 但是有时候呢 生活中夺冠的球队 往往有时候是一些 防守比较好的球队 他那个 全攻的球队 有时候特别是 打到那个最后的时候 会有点吃亏 看着场面好看 但是有时候 被别人 那个一个 突失一个冷剑 就悲剧了 对 就这个下法 最大的问题是 球赛会看到 这里留下了很多的余味 比如说我们这里以后办 你挡 对吧 我一壶 这个玩意是啥 对 这里面 你已经有点扯不清了 你拐我接嘛 我这一路有班 你们 给球们摆一下 我接一下 你来不及了 你立我也可以弯 对吧 反正有点怪味 你立这个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爬 爬完我们可以接住 对吧 你直接打的话 也是吃不干净的 球你看到 你直接打双吃我先提 你依然无法 护住这个班和这个班 对 我总是有一些文章 可以 就说 因为他我以我的 我的视角 白气的视角 已经默认死了 对 所以我有什么气 都是白 你就算进杀 我也无所谓的 要过收气 也能接受的 但是呢 这种地方 弄个带皮结 或弄个什么东西 你很讨厌的 就是黑气的视角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硬爬 正常你只能挡 那我们上面一拍之后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 这里其实是有 残留一个拐出的 也就意味着 上面这些 这些都有先手味道 而且直接硬拐 其实上面也有先手 所以说这个气 真的便宜吗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 我其实是打个问号的 对 而且想到彭老师 刚刚介绍说 黑气希望制造白气 一个断点 但是我们看到 这里对沙的话 白气就算收气 我的眼心也很好 所以这个断 我哪怕就斑沾一个 对吧 然后搭搭肩膀 其实也都全能给你收紧了 是 所以 真的看起来不便宜 这个贴 说实话 就是 还是推荐旗友们 如果接一个算了 或者接不去 建议大家补一个断算了 这个飞和这个硬贴 真的是仅供参考 仅供欣赏 当然是专业人士 仅供 对 然后后面有个扩户 如果你认为你的力量 和袁胜镇一样大的话 也可以 你也可以这么试一试 但是 如果你不是对战斗 那么自信的 我还是建议大家 接一接 接一接 算了 就是手一手 算了 因为本身他这个 其实手一手 他没差 关键是 效率他是够的 黑棋这个棋下的 也很漂亮的 对 他这个就是完全 完全不安逸于现状 他就想利用一切的机会 去想办法建立优势 并不是说这个时候 他确实局势已非 强行的好像去拼命 去夹得很过分 他是日常过分 对 这就是他的风格 但当然我看到 王元军也完全不处他 就是上面定型完之后 不是 这个不是人家不处你 你这个就说白了 人家就没 没好日子过了 就说 对吧 我还能怎么办 生活嘛 就是大家都有点面子 就算了 对吧 像昨天的话 为什么说昨天惋惜呢 因为昨天生命军 不是生命军力量大 是十个一直不补 一直不补 就把别人逼上绝路 只能吐他龙 然后他确实最后又没走活 就真的不是人家起杀心 就你那个棋全部撑满了 像这个棋 你想你把这全都撑满了 那你说我再补个段 如果 这让你再猜 那你说我白了在吓什么 对吧 我这一串利的在干嘛 我去振你这个头 你这边再起来 我这里根本就围不上的 对 那人家 对吧 那王军也 对吧 也要面子了 对吧 本身我们大家都是九段 对吧 都是冠军 虽然你是世界冠军 对吧 但是我也不比你软 软哪里去的 所以这个事情 我这里已经给了你那么多暗示了 你不单 对吧 没有那个注意到我的暗示 你还全部撑满 对 那我只能断了 对吧 这里你有打不死 我们给大家看看 你原来是打得死的 现在 打完之后我接 你立下来 这个时候我只要沿一下气之后 我打完一路 一路顺 你就被吃了 给大家可以摆一下 就一路 我们一路向北 再向北 也不用动老子 再向北 顶到这围街 就搬住 为什么我刚刚说 这里 这里如果你不走 稍微 对 没有这个 或者这样 这样也不行 他得不搬这个 他只能单退 稍微一下 一下呢 这个地方是没事的 但是呢 你全部撑满之后呢 这个段就是 打不死了 那打不死又意味着 你不能打了嘛 你只能是 就是下别的了 就这个局部 就你肯定是不能一路顺下来把它吃了 你肯定得想办法的 我们来看他怎么想办法的 他先顺下来 他还是顺 然后再看 顺完怎么办 可以白气 那这个他拖进去行吗 我有个怀疑 这个棋 拖完一拐 这白的黑的能杀错过吗 我黑的这个棋 真的是硬啊 我感觉 袁大锤今天是不是危险了 拼得很猛 这已经贴在这了 不是 他形势没差啊 这个形状 为什么要这样 对啊 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狠 对 说的 我真想问这一句 这个他一会儿挺进去 我先挡一下 然后我往里挺 我吃一下吗 还是直接往里挺 挺一个 挺一个是吧 这个要不要吃掉 我先不着急吃 你反正得先跳过 对 这怎么看都觉得黑棋 不怎么便宜的感觉 还该白的下 怎么感觉 怎么还该白 拎下来都行 白棋立了一个 就感觉一块死了呀 就起 这边是活的 这个打先手 对 你顶脚我就 给亲友们摆一下 我打这先手 你破我眼 你只顶脚 我往回一坐就活了 是有点委屈 但是没关系 我活是活的 那我这一粒 你怎么办呢 这全是问号 这六个子是什么东西 慢慢跑 向前跑 不是那不划算呀 这个车 对因为这里的话 现在有了这个力以后 你团也不行 你气也很紧 对这里有一个硬腿 吃不掉的嘛 那 是的 那啥意思啊 这个 这么感觉 突然就有点 累 很 这是黑棋突然 你看 这个脚不仅没了 感觉突然就有一点 小崩溃了 这感觉 这个棋 可能还是这两步棋 拼得太凶了 但凡哪不棋 稍微 缓一点 缓一缓 算了 因为人家这个断 还是挺厉害的 对 所以是谨慎模仿 就是这种 撑得这么慢 这种高难度动作 对 但这也是一些 力战家独有的一种风格 就是这里 我真的不是黑他们的意思 但他们能撑住之后呢 那效率确实高 而且一他效率高 二的话呢 你特别气 你知道吧 Lulu 你就觉得 你其实你明知 他的棋下的挺过分的 但是呢 你为什么气呢 因为你杀不过他 你 你首先 你没有退让的可能性 对吧 因为你觉得他无理的嘛 你肯定要跑去攻杀他 然后在对杀过程中 最终甚至以你被杀告终 对 就在他的视角里 他不存在他过分的嘛 所以说最后 如果以你被杀告终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的气 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睡不着觉 就是懊恼 对 想不通 凭什么 就是凭什么 他能下这种气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小时候就这样 就是 对吧 想不通 凭什么他就能下这种气 对吧 但是你也不需要想通 下次去你还被杀 是 这就是栗战型的风格 对 就是 很气人的 你知道吧 就是站在一个 你输给他真的很气人 你会觉得很无奈 很无助球 就是 你特别想反抗 但是反抗的结局 但是被中水压制 最后还是以你 大部分是以你失败而告终 这时候你就会感觉 对吧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生活没什么意思 甚至会有时候觉得 维席真没意思 对吧 人家这么下 还是杀不赢 我觉得今天 袁 袁纳锤就有点这个味道 如果这盘棋 王安军输掉的话 而且他输掉 一定正常是不会数目 这盘棋应该 很难想 我很难想象会去 什么小胜负 最后是 对 什么一两目 两三目的小胜负 应该 大概率是个中盘胜负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真 最后真输掉的话 王安军应该 应该会又接受不了了 特别是这里 怎么看都是他无理 好像我觉得真的 也是他无理的 对 他得出去先刺一下 要不他先顶一下 他先顶一下 顶一下 白的还好像可以吃 对 吃完好样 我看还可以先斑一下 是 因为你不能铺 给他要白 铺的话这里可以 可以这样 这样顺下来 顺下来之后 一冲 然后再一加 你就垮了 所以好像你只能 只能搬的时候 你只能缩一下 这样他搬一下 还能得一点点木 稍微便宜一点 便宜点点之后 他再 你接回去 没有 直接接 他先点 在接的之前 先点 那个是他先 点只有接 然后他 他有点担心 他不走也行 反正无所谓 这个组总是他的 对 现在在走 这个他 白的也不可能利收的 这样的话 他可能再往外面跳 但往外面跳 这个追杀他真的好吗 白的就摁住他 先刺一下也行吧 我一直有个疑问 对 刺一下看起来也不错 再摁住他 从这条路走这个顶还先手 对 怎么看都觉得黑棋不讲道理 关键是就算你跑了 其实黑棋 没有什么收益 对啊 黑棋你跟之前沾相比 对吧 这边的空可能稍微多一点 脚也被破了 脚没了 然后你自己 明明你本来是想对白棋施压的 但是好像现在 这个两边的态势来看 怎么看 都算你被攻 肯定都是你被攻了 对 所以收益在哪里呢 对 所以应该感觉是 这个时候 虽然我不知道 小们 我们 我讲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AI给什么胜率 但是我的直觉应该告诉我 白色应该不错的时候 黑棋有点过分 感觉有点 原大锤今天有点用力过猛 那当然现在黑棋得逃跑 因为眼不够啊 局部 但是呢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有机会跟他聊天的话 他一定不是这么认为的 他的视角是什么样的 他的视角是 一定是你过分了 这个其实明明是该接的 你凭啥靠着推 明白了 你这靠着推 让我怎么办 我这跳你要断我 对吧 那我只能撑住 你这跳过来 我这能 能怂吗 那肯定不能怂 得撑住 你靠完之后 我能普通站吗 那肯定也不能 对吧 我都撑住 你还不放过我 你还要断我 那我只能跟你站住 那我只能跟你站住 所以说是你过分 好 逻辑没毛病 对吧 所以说你要跟他聊 一定是这么聊的 所以说谈不拢了 他一定是你过分 所以复盘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如果你 就是有些骑手 你们有机会 跟你一些职业骑手 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如果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每个骑手的视角 会很有意思 就是对吧 就开个玩笑 你要问十哥 那永远是你 你那个不补齐 所以我才涂你龙的 我是个稳健派 对吧 你们都误解我了 是 我涂龙都是无奈 都是对吧 该补你们不补 然后只能慢一次了 我觉得袁拉锤也是的 对吧 这个时候你正常见的 你非要靠起来 你要提高指效 那我怎么忍 对吧 我只能搞你正面 但说实话 感觉他这期很难受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真的就现在的围棋 我觉得真的 谁跟谁 这个差距真的太小了 现在就是有了AI之后 无限接近 甚至现在其实刚定段的 新初段 你可能练个一两年 其实我记得 彭老师 在我们以前 就是一个新初段 你想靠自己对齐的理解 一点一点的去挑战高手 是很难的 以前正常的时间 应该是至少得三年 对你得沉淀 而且这三年是我指的是 比如说你入段 再加上进国家队之后 大概泡三年 你大概就有点实力了 然后可能能下的好的 天赋好的 就慢慢的 就往上冲了 有些比赛你偶尔就能 就冒头了 偶尔能赢那个一流高手了 但是你还是 只能说是偶尔 对综合实力 综合实力肯定是不够 但是就三大概三年 三年之后 你就有一定具备一定的冲击力了 现在这个孵化太快了 现在 新初段下为假 然后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过两天 我可能就不一定 搞得定你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我把你赢了之后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是的 对吧 你就记住我名字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 节奏太快了 有了AI之后 大家的准确率都直线的上升 其的这个技术含量也直线的上升 对 所以其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几年 其实日本围棋在世界比赛当中 是有进步的 就比起可能过去 大家总感觉都是中韩作为主角 但是这两年 你看像滕泽李菜 包括景山玉泰等等 他们其实在世界比赛中都展现出挺好的面貌 还是至少有来有回了 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日本高手 迎起甚至连胜的身影 确实是 大家的实力差距 包括大家会看到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这个韩国日本或世界的 互相之间都有胜负了 对吧 但包括前一段 大家会看到的 中国的一些国内的比赛 甚至亚运的一些选拔赛 对吧 那个叫一个激烈 不下到最后一刻 你根本都不知道谁会出现 对吧 那个胜负都犬牙 叫做甚至互相之间 就是一盘的差距 是的 非常的接近 互相之间 但是第一名第二名 也是身中树刀 只是赢得稍微多一点而已 对 绝对不会出现什么 一直赢 就是连胜的状态 基本上没有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下到这里 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 以目前的形式来讲 怎么看都觉得白棋 好像有利一点 虽然说可能在开始之前 大家觉得 下不棋又撑满了 靠住 不是 他下不棋真行吗 说实话 这个王源军 这个地方王源军 是放了他一马的 嗯 比如说我现在做 我来 我先 我觉得都不用了 我不用这下 我就直接来一下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制造头绪 其实你一定行吗 这下面到底是 下面怎么给你 不知道呀 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如果什么弄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 我这里可以是直接屏蔽你的 我直接怼一下就完了 怼一下之后我就可以撤了 我这部你总得管了 所以你真肯定是真不掉的 其实这里我也没看太懂 其实就硬扳 要不我就飞 飞我也一样的呀 那我能不能跟你劈了 感觉压力大了 我挡完就你会折磨掉我 我再横贴过来 感觉 黑旗压力比白的大 只能说我们大锤的心理素质很好 对 只能说他敢下 我真的 我觉得这个棋就是比 叫什么两军相遇勇者胜 对 反正我就这么像 路路说的很 对 如果你敢这么来 我可能就这么跟你来了 然后呢 你敢不敢 我也不知道 对 说实话 我觉得他真的是叫一高 人懒了 这个地方白的太想搬 他说凭什么你能靠吗 这个结构 因为这时候 可能很多旗友 还在想我这个飞呀 怎么跳 你跳是正常的 跳我给你跳 跳是本手 跳 说实话 我我就没准就算了 我刺一下 上面手一下 对 这样或者这样 对 就是就意思一下 算了 然后你跑 你出去 我们再追杀一下 对 你这个要靠 关键是我 如果让一下之后 你转天 你还要断我的 不是说你 你出去之后 你要放过我 所以我这时候太想 直接把你先断了 对吧 就有点忍无可忍了 而且下面你 其实你是打不穿的 你居然打了这一线 只要上面没针 是我 十二步行 是可以漏的 对 我有一些余地 所以 其实这个真的有用吗 这个我是大为问号的 但是呢 这种棋呢 真的就是 他生下的时候呢 我告诉大家 我在这里给你们讲棋呢 给大家讲棋 或者在这里给大家吹吹牛呢 我是没心理负担 但是我自己下的时候 我是知道 对方靠我也发抖的 因为我外班 我是能下的 对 主要现在白棋的形式 并不是说 把我逼上量身 对 那般万一 真的人家有没有手 我就凉凉了 对 就是如果我真的漏算 这是一个心理负 我漏算一步 这个影针 如果他真的有个什么组合权 有个好手 我当场就跪了 这时候呢 你就会想 我是不是全局形势 退一步也可以 我全局形势好像还行 现在 还阔天空 要不算了 万一 对吧 他既然敢靠了 对吧 对手又是个例战型的 是的 那么以计算组成 万一我搬完之后 他利用这个影针 下面有点什么腰额子 说话我没看出来 这些呢 但是难免 难免 说不清楚 万一他就会想 万一 那个漏算怎么办 他就会想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是呢 这个事情 退一步之后 我觉得 正在黑起的视角 圆生生算是缓过来了 就至少没有那么难受了 其实真的挺想办的 我也至少 很想抓住机会 这个 这步靠 说实话 真的是 涌 一个涌字写在脸上 然后白起 他选择迂回 王阳君选择迂回作战 直接在 点方 点方 反攻 但是你点方又惹毛他了 背一下 这时候 对吧 袁纳君说 你居然还要来 搞我的形状 这个得手 然后他先防一下 你居然还没完没了 这个棋 当这个棋 白棋的视角 我觉得也正常 他其实觉得 可能这样能压过来 形势也不错 也还能 可以接受 对 跟刚才比 虽然比跳 肯定是黑的会好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 只要我能一直压过来 全局形势依然在白的这一边 大局上来说 下边我只要防住这个防线 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 从下到这里来看 我觉得王阳君 还是真的非常非常有实力 似乎今天 袁胜真 没有想象中 好像 就纸面上 或他名气上 那么轻松 对 现在的话 如果说 让我们选的话 应该还是觉得 白棋更好下一些 看起来白的更主动一些 而且如果这里 他不敢搬过去的话 如果是退 只能这样微微持续 黑的就 白的就一路往下 一路贴 而且这个形状 确实从效率上 你这里还有一个 挖断的余味 也就意味着 我这个断 你是不敢断我的 就说 就算我不挖你 你也不敢断我 你不敢乱动了 这里有个挖的 所以这样一路贴过去之后 形式的黑棋 其实不是特别有利 大家主要是看到 就是还是 右边的这点基本控 别的地方没什么木 是的 但是它并不这么小 把你断了 试一手 这个断好烦 确实挺烦的 要不还是退算了 其实这个贴 看起来有可能 这也是问一下 其实贴感觉 味道不太好 实际上还是撑得很满 撑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给这种杀手 有这种空间 说实话 它就活动起来 以后 因为你不知道 它能怎么借用 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给它断点 它就能用得上 这就是这些 力战家们 最厉害的地方 虽然说 你不知道 它怎么用 它怎么用 对 比如说我是不会用 但是呢 我知道它会用 所以说你跟它们下棋的话 其实最好最好的就是 不要给它这种机会 尽量 甚至我觉得这个第一步 我们就 干干净净 这样它就应该搬不了了 反正这里就算了 这地方冲一下就冲一下吧 就是小意思 最好就是不要给它施展才华的空间 我个人觉得 有舍有德 对 就是控制大军 你不要给它太多的这种 施展手精的空间 因为真的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而且呢 它真的发飙的时候呢 往往会出乎你的预料 特别是当你认为 你是后世的地方 有时候它就把你断了 然后把你断完之后 我们开个玩意 你就死了 行 又从有理变成了无理 真的呀 因为我那个时代 对吧 我们那个时代 也有一个著名的大力士 就大力士最后获得了八观王 只有在我们那个 大力 对 我们在我们 我那个同龄的时候 我们印象是很深的 对 你跟谷歌讲 我们的谷利九段 你跟谷利九段讲这些 我觉得没有什么 谷利九段说 对吧 不用讲道理 我把你吃了就木了 我都是道理 对 你居然还敢 有出现断点 那是你过分 对吧 你凭什么跟我下 你还敢出现断点 对吧 你不是让我来断了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地方断完之后 要不它退一下算了 就这个硬贴之后 感觉 我觉得原生人有其下 因为有什么坏处呢 它这个其实意外的 它挖不了了 如果你 等于人家这样一个抠吃之后 它这里 手尾顾不上了 这个变成一个大恶手 你还可以这样一搂 那就把你这俩子 对 因为你这两个不能掉 再一搂一搂 所以说等于是 你虽然看似下面有点空 但是它这个黑旗最担心的 这个挖断 其实是被它补掉了 它虽然付出了点失控代价 但是刚才为什么想退呢 因为你毕竟还残了这个断板 它就不敢乱发力 是的 你看这个子如果在这儿 对 全网就会看到 其实黑旗反而有照 一直被挖断的时候 这个子黑的白的是有活力的 黑的捉不住的 对 恰到好处 所以说它估计这个断 它才会退 它才会忍你 如果你踢来这 它就不会忍你了 不会忍你之后 我们看连锁反应就来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好像慢慢的就开始 不太对劲 有点转向了 我们来看一看 真的 确实彭老师这么一分析 我觉得这里 虽然固然多了几木棋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头 是最关键的事情 不是 关键你要想明白一个事情 你跟原生生这种棋手下 基本上是不属木的 所以你也不用去抠 不要掐得了 你也不要去抠那个木 你把旗下厚一点 你知道吧 你也就是大方一点 你没必要去抠那么紧 因为最后它基本上跟你就是一个中盘的脚杀 它也不看那个木的 它也看不上那点木 所以说你尽量的走厚一点 对你未来应该会好一点 不要点着木下 如果你全部都抠满了 搞不好会被断 被断了之后 后果自负 开个玩笑 后果不堪设想 有时候就会亏损 真的是这样 好像就像彭老师说的 现在有了这个以后 也就是说挖 我永远可以从这边吃 那么对于白鸡来讲 你这都没有什么先手 我本来可能黑鸡是要靠这个先手 本来是要靠这个虎来维持这个断的 所以说也就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白子的 你就算勉强断我就棒接 你也得补 这个对吧 警示你 你最后也得补这个断 所以说其实刚才上面这个断 黑白鸡是没有的 但是他自己这里摊了一下之后 由于这里永远挖不动了之后 连组反应就来了 我们马上看 马上就被惩罚了 接下来白鸡还保持着一个进攻的姿态 这时候远大学告诉你 我忍你很久了 是的 这个中间这个断好像很难处理 非常严厉 所以一切的导火索 就是白鸡在这里去敲 甚至这个断 你就不要留个断 你直接退一步给点募酸了 这就是我要给这个 大家开玩笑 给大家对付一些这种 立战性骑手的经验 你尽量少出现断点 这样他就发挥不出 他乱善战肉搏的这个歧路 不要在意募数 在意后报 你给他那么多断 这一施展才华 我感觉这一步断上去 王源军冷汗就冒了 他突然发现这事不对了 他和他想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还可能以为 人家要是要连了 对 然后他还觉得自己主动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他打是要打的 他可能不敢沾了 打完这一拐出去 刚才我们说这个挖没了 人家直接要反攻到算了 你这有断点 他先挺出去 你这块有什么东西 对啊 这刺刺刺 全是吊着的 而且起我们注意 现在这些都有可能走不到 就等到你中间 这都是后手了 对啊 这都是人家都不让你过了 空前绝后 对 因为你龙要死 那些爬都来不及了 我们那个年代爬一下 说他挺难受的 对吧 这地方有没有火气 现在这四个字 活不活都 白黑的都看不上了 看看中间 看看中间 所以他好像就就 攻手就逆转了 我怎么感觉 对 那这里白旗一旦退缩 应该说 如果这个子被吃掉 那全部后保就逆转了 对 应该说之前的主动 我觉得这一步棋 真的有可能是 弹小便宜了 他应该退一步 这个很可惜 对 要么就是直接 直接立一下算了 要么就是断的时候 你也退一下算了 对 二选一吧 对 这部贴应该是个问题 他会不会只 你看只能被迫割肉 这个割的太痛了 关键是黑旗割完 黑旗铁后 黑的铁后 白旗变得 关键你割完之后 它不会放过你的 对 哇 一下子感觉 白旗变得好薄啊 这个提琴 支离破碎了 它关键也没心情粘了 你想想 粘是后手 不是 你粘人家这边跳出来 以后这还要 还要能捏 是 这一下感觉就 风向突然就改变了 就这么感觉 就好好的起 那你不 说实话你不粘的话 这以后一冲 是什么东西 王仁军也开始拼了 王仁军说 我爬呀 爬呀 爬很损很损 对 你们说我来不及 我就给你上一个 他想要一个 中间跳的先手 强行护一步 但这部棋本身非常损 从棺子的角度 大家可以 非常非常损 而且他 你强到先生 你最多是肩顶左边 所以肩顶左 白黑的这个子 是不会死的 而且这个被扣得太痛了 这边黑的 就直接就两个眼活了 中间 对 我感觉这个下法 一下就不对了 一下就真的 一下就不对了 攻守就 就逆转了 应该说这一下 感觉 袁胜珍就全回来了 是 如果说前面有点被动的话 从这不断开始 一下 这我也觉得也可以看出 不管这番棋 最后输赢 也可以看出 王仁军就是 一个是实力 一个是我觉得 比赛经验的一个 就是有时候缺乏一点 那个 针对性 针对性和灵活性 面对这个 立战型的选手 应该怎么去 对你大的思路和方向 去怎么样拔空 对吧 对手是一位成名高手 对吧 就是 我相信他的脑海中 应该是知道 袁大锤的名声的 对吧 像袁大锤 不是说绝对的那种 对吧 领军人物 但是也是赫赫有名的名将 而且 说吧 再说 开个玩笑 刀下已经 对吧 也是无数人的尸体 踩在他脚下的 要不然拿不到这个 威名 所以说 这种断点放给袁大锤 特别是这种 谈小便宜的举动 我觉得挺遗憾的 是 对吧 对 这种局面 说实话 交给袁胜珍 感觉压力很大 虽然说不知道 局势怎么样 但是真的感觉压力很大 继续来看 所以现在 我觉得从招法上 为什么说围棋是首弹 就白棋的这个招法 就可以传递出 他也意识到 这一段没够好 局势有一些吃紧了 如果他觉得好 他肯定就劳劳实实不去 就粘了 还整 就不用追求效率 他现在在疯狂的 疯狂的攻黑去 哇 拼得非常凶 你怎么还在攻我 是 双方又感觉谈不拢了 这个棋说实话 很刺激 对 而且能感觉到白棋 突然就是抢控意识 极抢 就是一直在捞 他这个掉了 他也没空的 本来是我们 预计黑的一直走 他一直顺的 现在人家一手没顺 他把中间顺手给牵了 自己上了出现 说实话 类似于出现了三个断点 那这个一出一入 肯定受不了的 所以他这时候 必须得抢了 抢的话 白棋 黑的要跟他拼命了 这个棋 火药味很浓了 很好看了 大棋说 我忍你很久 你这个什么意思 都不会补 对 然后你得处理这边 对不对 然后他说 来吧 中间 这是只有我们 最喜欢的局面 直接就把你拿来断了 然后白棋打吃一下 打吃好痛呀 这个彻底活 为了眼泪 但他这里应该能活 哎呦 能鼓活 小心 白棋靠一个 眼型还是不错的 他靠了顶 是个先手 这边以后 虎一下应该能活 他先把外面吃了 这种黑的 先把它截断 这个也很痛快 把这个管也补了 把这边 味道也给消除 然后他赶紧得团 回完就快死了 对 他这样的话 这边把这个紫包掉 应该是活的 对 双方在这定型 冲一下 计算还是很精准的 就能看到 这里是有半个眼 如果黑的冲 白的可以顶在这 或者提在这 提在这 看得更清楚 也就是两个眼 团着的话 他沾这个 送的话是没有用的 他不会沾这里 他可以团在上面 像他一样 这里保证半个眼 所以这块其实活的 黑的只能转向上方了 双方这个棋 要大杀大坎了 对 沾完之后 那这边忽脸过来行吗 对 白的肯定只能冲 黑漆走过来 对 就污脸是什么东西 现在非常激烈 应该是一个乱战 白漆要封断黑漆 这个 他要靠完先把 白黑的断了 跟他杀气 这也是 他活不了了 他总不能这么去白眼 这白眼 活得跟输得没区别 因为这块鞋没死的 这地方有怪味的 就是一旦黑漆是先手连回来 这个脚上白漆很难处理 这个地方别说 点了 他这直接噎是什么东西 噎如果连接 他这个挖了一壶 这也有气 你敢硬挡 直接就叫杀了 因为这下面你 应该扛不住吧 这个下面应该是劫材 感觉他可以先送 送完之后 这个拍什么应该是劫 对 这里青龙看 这里有一个挖 挤的话你可能得接这边 就这边那这边就掉了 脚就掉了 是 所以这个棋非常激烈 现在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在靠的时候 黑棋就是来适应手 但是靠的时候能试吗 这个棋 这不要了 不是 他是不是还得先搬 我是说 那个地方有一个 有未来 不是说你今天来 人家肯定脱先了 这搬局部是走什么的 白的是走什么 其实我刚才没看过 你如果搬 我们可以从上面顺 能不能打了 对 这个浩阳白的挺难的 这白的 你吃我吃个搂包应该不行吧 不行不行 这不行 那你退 我沾你肯定不行 对吧 那你只能断 断 我先把你吃了 你可能打能打出去 他就能出去 打了因为虎是个先手 白黑的这得补一个 可以补 但我反正补一个 然后你再顺出去 他可能是觉得这样不舒服 他觉得这样可能会落后手 他想先问一下 比如说 我如果挤 你一沾 我再这么下 那我这就留了个东西 我把那个吃了 对 他可能是想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 LGB其实下的时间 是挺早的 特别是北京时间 应该是早上就开始了 对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时候 由于在独秒的压迫下 他会先去打个姜 试一下硬一手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对杀 也许没有那么严谨了 但是这步棋 说实话挺吓人的 对 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 不管是不是立章棋手 我们俩在这打着最着急的架 你现在突然问我 你问我这个木什么 这什么东西啊 对 我这时候是不是 想都不想就过来 不是 这不是都进来了吗 捡也捡不着了 对啊 直接就捡在天上了 这个捡也没用了 不是 还是得搬吧 这个 这个吓死人了 对 这个能行吗 那这黑的现在怎么办呢 黑的现在 就转角上了 转角 你能够吗 他就退 那人家就退一下算了 嗯 黑棋又 这个我觉得已经 我怎么觉得黑棋的思路 确实可能像彭老师分析的 是不是进入独秒了 感觉黑棋这里不是很连贯啊 就走一下 他没法让鲁鱼你小吗 你贴脚对吧 嗯 我们就算下个斑针 我也不立了 你这个 其实还可以立 其实立一样 反正我就算斑针 你这里其实还有余味嘛 先不说了 你这里肯定 因为你挖不了 我给大家看看 我可以立一掉 就这样就看清了 嗯 就是因为你这里也冲不断 这里有个拐 挖也挖不了 这里也有个拐 对吧 其实 然后你这里动不了 动掉不就死了吗 那死完了 那如果你爬脚 半天他肯定是判定 就正常是这么下的吧 我举个例子 那个黑旗的 这地方蹲一下 然后白的补一下 那这样白黑的 肯定是不能接受了吗 这就被 自己被吞掉了 就是举起了大锤 然后把自己 自己死了 对吧 这个肯定不能接受了 等于没有 这个分段没有任何的意义嘛 白旗活了 然后把自己卷进去 他本来自己好好的 刚才 他怎么下也不会自己全死 他自己去打断了嘛 对吧 所以说这部戟 应该是一部大失误 无论如果这边 应该可能得接得下 要不就是 之前的下法 可能想想别的迂回的办法 对 有没有可能 就这里其实分段 被白旗活了 被白旗提一个 根本就不便宜 是不是可能之前 其实白旗本来 自己断点特别多 所以现在黑旗自己 出击之后 有可能比如这个不打吃 我们跳一跳 跳一跳 尝一尝 对 这里有可能是 有用力过猛的嫌疑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正常肯定是要接得下来 对 我觉得其实 像刚刚彭老师说的 搬过来 我觉得还很不一定 你其实搬这个也未必不行的 对 但是你被 搬你反搬 我打了之安 再搬过来 其实也能杀的 搬你退嘛 反正再折腾 就是说这 总而言之 肯定是不能直接被这样顺下去 顺下去直接就死光了 我们看实际上应该是崩了 这个企业 对 感觉黑旗突然就有点乱了 他是吃了一下 吃了一下之后 发现社博队又跑去 靠这个 又跑去便宜人家关子 想 他想挡这边留个家 对 但是白旗真的 直接就把他 告他后手死了 感觉 再不走这边都死了 然后黑旗又来火这边 已经感觉枪法大乱了 白旗就立 这个 我感觉今天 好像原生正要悲剧了 对 因为现在白旗走到了先手 这个叫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双方正在拼刺刀的时候 他就噎了一个 不是 关键是白旗也没法印过 这又是你逼我的 本身就接不了了 对吧 本身就有棋 本身人家就印不了 再说这样火烧眉毛怎么印完 白旗不在这 那我觉得这部棋 还是信心很十足的 这棋 顶在这还不够吗 我怎么感觉顶在这 已经赢飞了 要追求 那追求意思就是死了 对 他这部棋的自信 请我们看 我觉得现在这 白旗从逻辑上 完全没有问题 已经便宜太多了 但是他不在这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你活不了 他觉得你活不了 还有第二层意思 就是可以换一盘 意思是说你已经死光了 兄弟你可以退了 只能是这么聊了 因为这个棋不可能 黑白的不满意 对吧 就是他稍微 刚才补的稳一点 肯定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 因为让白的自己下 他也很难维持 自己也不对 自己下都不可能走 之前应该是黑的 我觉得形式是不错的 突然 从这部段开始 应该是扭转了之前的烈势 就是断完之后 但这边可能又用力过猛了 这棋可能也活不了 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确实也不知道怎么活 挡过来 挡过来 白的就算街上 上面 夹好像也行 这个地方 其实这种地方 最难受的就是 就是走什么东西 好像夹这里也行 还是街上吧 这边有个冲突 先把商店吃了 这下面怎么活 你虎我就走这边 爬就顶住 我感觉是 对吧 虎一个单虎有用吗 虎就打吃了 扳这边 对不行 你点刀都没用 其实点是点不着的 就算点着 觉得都没用 你贴我就扳这样 这不是明摆的死了吗 这有什么用 就给你爬 这上面有用吗 也没用 上面扳就断 冲就断 没什么用 对吧 搂包都是浮云 搂完都没用的 但是应该是没了 对 单瞻就有 因为这个顺过来 请我们顺通之后 这下面有个冲断 还有跟右边 左边白的这一串沙 感觉沾上就 是不是就拿下了 这个棋 是的 现在我们也是跟上了 棋局的进程 就是刚好下到这个地方 应该说 王源军非常有希望获胜 对 幸福来得非常非常突然 我觉得本来在乱战中 一度就已经是 中间这里被断开 就明显感觉到 白得非常的吃紧了 但是突然好像 这个大锤子又 又轮偏了 对 而且有点砸到自己 有点把自己砸 砸懵的意思 它不是偏的问题 好像是把自己的 这个匠子们给砸得差不多 有点那种感觉 这个 袁大锤今天 这个准轻有点问题 而且今天确实 之前去上一步 就有点小 感觉有点小过分 对 我觉得一开始 像彭老师说 这两个地方撑完 被白气断过来 肯定是白气主动的 整体来说 状态好像没有在 最佳的状态 对 然后找到白气 这个贴有点瘫之后 黑气抓住了机会 但是马上的 这个重拳出击 好像又缺乏成算 是的 现在的话 感觉白气 如果在这里 能够处理好的话 王源军是很有可能 可以突破一下 应该是能赢了这盘 是的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他能够闯进16强 应该是自我的一个突破 毕竟战时一个 世界冠军 也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在世界舞台上 再进一步 当然了 一切还要带这个局部 把黑的全部吃死 对 那给大家汇报一下 现在白气就是走到这儿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盘期可能 只能先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但待会儿 如果这盘期有结果的话 我们也会给各位 汇报一下 好的 所以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休息一下 带来另外一盘期的讲解 一会儿见 天元围棋会员 天元围棋会员